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今天上涨169点而且是拉尾盘量能也稍微放大2700亿 大部分的投资人应该会说老师今天的行情不算 今天是因为MSCI条权重所以今天的盘是应该要扣掉尾盘的涨幅 其实我的看法跟大部分的投资人有点不一样 我认为今天这样的走法对于我们台股而言再正常不过了 首先我们也先问投资人一件事情 这些送分题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掌握 为什么说送分题呢 首先MSCI我们先看它的调整 来看一下我们台股的后市 它是两升一降 只有新兴市场这个部分权重是往下调的 亚洲除日本指数权重是往上调的 全球市场的指数也是往上调的 第一个对外资而言 其实我们台湾算是一个还不错的投资环境 我们先讲最大的方向 那降这个部分新兴市场 我们其实台湾现在算成熟市场 也没有多新兴 要比以成长空间来讲 可能大家会去选择越南 会觉得那个地方也许它后面的成长幅度 还比较大 但是它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投资环境没有那么健全 所以回过头来讲 我们先讲最大的方向 我觉得我们台股是一个蛮好的投资环境 所以你说在这个地方 以外资的角度而言 现在来买台股对不对 当然大家应该都在看今天的一些调整的个股 这个我们称之为送分题 我们现在就来讲 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件事情 我们直接拿我们的讯息来跟你说一下 你还记不记得在选举之前 我有跟你讲 有一件事情 投资人你要先稍微注意一下 我说第一个 选举过后会开始走回基本面 那这两天是不是蓝色的党 开始讲说 哎呀你看绿色的多么的不好 之前都把怎么样 都把我们的店价动涨 所以在选举之前 我有跟你说过要不演了 哪些族群会上涨 第一个5309的系统店 1513的中心店 这两档股票 我有跟你讲这个是选后应该是会有一波行情 那你看新闻会看到这件事情 第一个台电亏损2000亿这件事情 其实大家应该第三季都知道 那增资1500亿 亏损2000亿 一加一减不是还亏500亿吗 所以今年虽然已经没有要开电价审议会议了 但是明年投资人我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甚至你不要说你在投资 你是台湾的民众的一份子 你就要稍微小心留意一下 小心你的荷包 那你要怎么赚这个荷包缩水的钱呢 进来股票市场怎么样 一加一减 你用这个部分补回来嘛 5309的系统店 我说今天稍微看一下股价 今天表现得还不错 而且当初我给你看讯息的时候 我是在怎么样 我是在选举之前跟你讲 像今天30号嘛 今天30号它已经过高了 那你错失一档股票 可能就是你有一些步骤没有想清楚 可能你还是在担心大盘说 不晓得这个盘是会不会后面回档 但是我有跟你讲 有一些产业的变革现在正在发生 你必须要留意 而且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看这篇报道它是怎么讲的 来 它说为了要选举嘛 今年选举 但是台电原本应该要涨店价37% 今年没有调嘛 现在怎么样 是卖一度亏一度 所以全年亏损超过2000亿 而且还不算往年的亏损 好 所以大家应该心中有底了 今年其实只有涨一次店价 而且还不是涨民生用店 是涨工业大户的工业用店嘛 那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初 你应该都会不断的听到这些风声 那你不断听到的这些风声 基本上大概对一般市井小民 绝对不是利多嘛 你的荷包缩水 相反的我有跟你讲 什么产业会发生 为什么一选举完你看 选举几号26号 为什么11月25号这张股票是修整 结果11月28号 马上开始上涨 今天创高 所以我们说一则以喜 一则以忧了 因为我们台湾的店价 基本上可以算是全球 基本上因为我们选举的关系 全球最便宜 比中国大陆还便宜 比中国大陆还便宜 所以外资会愿意进来 企业进来 钱也进来 你要怎么样 所以苦的是谁 苦的是我们这些市井小民 你要怎么补回来 找寻相关的个股 好 这个族群是在我们选举之前 我们就跟投资人讲过 那也许你的眼睛比较利 你会看到说 老师你还有讲啊 除了系统店跟中心店 当初11月底的时候 你说老师 下周还有一个生计展 我们台湾的生计展 是12月1号开始 你说老师 那是什么生计股 今天我们来把这件事情讲清楚 因为我认为 这个叫做送分题 什么叫送分题 请问今天是MSCI 调整权重这件事情 你知不知道 11月中你就知道了 而且哪些个股调整权重 我相信 你也许你看得比我还仔细 对不对 这几档股票 那我有跟你讲 来 导播我们稍微放大一点 就两档股票嘛 我们讲的生计股 是哪两档 第一档 6446的药华药 被纳入全球标准指数 第二个 MSCI全球小型指数 纳入生计股的是哪一档 两档的话 4162的智晴 跟北极星 6550 好 来 所以统一组的会员 11月28号我们发过讯息 那系统店 因为我们是中长线认为 店价应该会上涨 所以续报嘛 到今天11月30号 我们再稍微提一下 来 今天11月30号 统一组会员 今天MSCI条权重 哪一档股票 6550的北极星 是有被纳入小型指数的 老师你讯息干嘛提 因为我们前两天都已经布局了 怎么样 今天的北极星 我认为它的走法其实很正确 叫做股市送分题 怎么样 昨天的收盘价在101 今天的收盘价 为什么拉回盘 你应该不是第一天进来股市 MSCI条权重盘后生效 就是在最后一盘发生 如果你是短线 你是贸客 短线交易者 隔日充当充都好 你今天是不是一天七块钱 这档股票今天的成交量是一万张 你能不能买个五张十张 没有问题嘛 那你一天你就赚七万 就一个交易日 这另外一档股票 来 这两档股票 刚好都是我们会员的持有股票 那只是要花药是尊荣会员 因为它价格比较高 好 它今天一天 昨天收493 今天收530块 一天你是不是赚30块 你一天喔 你买一张 不用多 你就买一张 今天你就三万块进账 问题是我今天讲这种股票 你可能会说 哎呦老师 一档股票今天涨7.5% 好像不是什么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我相信你应该也有买过一些 比较特殊的标股嘛 一天赚个7% 大家都有过嘛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担忧大盘 你说哎呦老师 我不晓得现在大盘是多还是空 一些股市送分题你全部都错过了 那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的可惜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以前我们在当学生 考试之前你听到什么消息 你全班会一起跳起来欢呼 老师跟你讲 哎这一次的考试是open book 哇大家就把书本拿起来说 哎呦好棒喔 老师真好佛心来的 今天这个不就是open book吗 你知不知道今天要调整权重 只有一件事情会阻止你 今天去布局药华药 今天去布局北极星 就是你针对盘氏 你认为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假的 非常的悲观 认为外资一定会拼命的出逃 人家MSCI权重是往上调升 所以644的药华药 北极星的6550 今天你做短线一个交易日 几万块钱的进账 麻烦投资人稍微关注一下盘氏 现在什么事情正在进行中正在发生 而不是单独的像 因为市场上有一批做空的分析师 全部都拿空方的讯息跟你说 哎呦你看喔你看台积电要出走了 未来我们台股还有什么产业 未来是有希望的呢 通通都没有 是不是都跟你这样子讲 那我跟你说我正好相反 反而是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这些外资企业 越来越重视我们台商 越来越重视我们台股的企业 所以才会招你人才嘛 那其实台积电本来七成就是外资持有 当然这两档股票我们也稍微讲一下 第一个他今天调整权重是调升 哪一档股票其实我认为后续的发展其实比较好 第一个我认为应该是药华药 虽然他今天涨了30块 但是12月1号的生计展 药华药是有贵位的 而且如果今天我们以外资的看法来看 外资看好 纳入全球标准指数 但是外资目前为止持有的趴数只有9% 台积电持有70% 人家外资都拼命的继续买 今天药华药这档股票外资只持有9% 如果他被调整为全球标准指数 你认为外资这样子目前为止持有的趴数是太多还太少 当然太少 所以我们回归了 今天外资进场 没看没记错的话 三点公布 应该是买超外资买超200多亿 你认为针对药华药这一档股票 来不好意思 药华药 这一档股票 你觉得后面会不会持续加吗 我认为几率应该是很高 所以投资人你去好好的生计股 你去关注这一档股票 很多的产业并不是像市场上面大部分的讲讲说 哎呀这个产业也衰退 那一个产业也衰退 因为我有跟你讲几个原因 第一个 我们台湾的店价目前为止 就算是应该不会一次到位涨37% 慢慢的到位 但是就这一段期间 基本上有一些个股 麻烦你稍微留意一下 哪些个股 就是我跟你讲的 例如说5309的系统店 今天就表现得不错 你说今天是不是叫做异常盘 那是因为MSC 应该调权重带动盘式 那我认为相反的 它本来就应该往这个方向走 产业是向上的 那另外这两天我们的测标没有变 因为是比较中长线的格局 一个叫做网通 一个叫做车用 那车用这件事情我们不多谈 因为前段期间 你错过都错过了 来 第一个 我说台湾有没有一些好的产业 基本上 鸿海家族 今天是不是蛮多档都往上 鸿海家族基本上2204 应该说育龙跟鸿海合作 所以它的母公司中华店 其实今天有一个小反弹 但是我们先转一趟25% 因为它有基本面 所以短线怎么样 你可能会认为 昨天是云霄飞车 今天给你一个反弹 但是基本上后面的这一段尾巴 我们是先留给其他市场上的投资人 这一段25% 其实应该 准确来说应该是27% 我认为其实也还不错 所以车用的部分 我们花蛮多时间谈 这个部分我们就先不讲 我们今天稍微来研究一下 网通的部分 来 网通 你还记不记得前段期间 我有跟你讲一档股票 这一档股票 来 6442的光盛 当初我们买进的价格是在47块 来 稍微看一下6442的光盛 今天有没有再创高 一根壁雷针 但是那是因为筹码太乱了 今天再怎么样 盘中 再拉高一段 中场还是以上涨 1.96%做收 也就是说我们的获利是 仍然是持续的 那这件事情其实代表什么 因为前段期间大部分的人 是不是跟你讲 看报纸做股票 看报纸找新闻做股票 利空我也帮你找出来了 跟你讲说台积电的3奈米要付 他们要去美国 掏空台湾 10月外销订单是连二黑 但是相反的 我有跟你讲 我说什么产业基本上 今年是没有衰退的 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打一个大叉叉 有一些产业如果你会选股 你是可以避开这件事情 因为10月订单连二黑 这件事情是事实 你看数字确实是事实 但是当时我有讲 我说报纸有些时候 其实写的也蛮奇怪的 你11月22号 你的头版是利空 你11月23号 你的报纸突然是利多 全部都说我们看好云端 看好伺服器 全部都突然跳出来跟你讲说 网通产业基本上是多方格局 那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你有办法去看报纸 去买股票吗 那这个部分 基本上我们点到为止 投资人就知道 你花个10块15块钱 去买一份报纸 稍微看看就好 它没有办法成为你操作的依据 所以回过头来讲 来一档一档的跟投资人分析 3017的奇红 当初我们107块买 11月22号 3017的奇红 今天怎么样 今天也是上涨的 再一次冲高 没有说非常高 但是问题是这段期间 我说买股票 我们也没有要求天天涨停板 而是我们希望手中的股票 天天涨不停嘛 所以我们从最上游的 终端的散热 来跟投资人分享 3017的奇红 那分析完奇红了之后 来 我们就来看数字 这段期间 我有跟投资人讲 我说 其实我们台湾 是一个蛮好的投资环境 为什么 你不要觉得说 台积电他们要去美国 好像叫做逃空台湾 那叫做产业的选边站 有一些产业 反而是你在台湾投资股票 其实你就好像去买美国的股票 因为我有跟你讲过 第一个资料中心 我们这段期间也辟谣了 它每年 我们讲的是资料中心 不是我们台湾的成长幅度 按照正常的规划来讲 全球的资料中心 每年的成长幅度 只要在5% 我们台湾后面的成长幅度 我们台厂是接他们供应链的地方 其中一部分 成长的幅度就会达到30% 这个部分 投资人你要去稍微去估一下 来 那这段期间 关于资料中心 我们也辟谣 有些人会跟你讲 那是因为四大资料中心 他们前段期间 他们说什么 他们要去缩编 裁员 但是 他们针对资料中心的部分 仍然是不断的扩厂 仍然是不断的建厂 这段期间 我有跟投资人这样子分析 来 我说 我们今天先来讲一档股票 因为如果你要讲到网通股的话 你可能会看到最上游 你说啊 老师你说 网通的业绩没有衰退 有没有数字可以辅佐 那讲到网通的部分 我们应该可以分成两个区块 因为现在是5G世代 第一个 大家都应该有听到一个消息 就是要去同 然后往光纤这个地方发展 所以光通讯 然后网通 我们讲到最上游最上游 应该讲哪一个 应该讲到功率放大器 那功率放大器 基本上 哪两个国家 可以吃下这块大饼 一个美国本土 第二个台湾 那美国的本土 龙头是哪一间公司 应该不陌生 是Skyworks这间公司 那Skyworks 究竟我们从 它的第三季的财报 看见什么 这个节目的下半段 我们再好好跟投资人分析 我们先进广告 24小时帮您解盘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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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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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真心照顾 这怎么看啊 一看啊 預防二次交通事故有法法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怪 三 交费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激震 四 无人受伤时 当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路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棒 波 跨 移等 就对啦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刚刚节目的上半段 我们补充一下 为什么我要跟你讲Skyworks 第一个 我们用数字来跟你证明 我说资料中心这一块 基本上到2022年 不要说今年 到未来五年十年 基本上都是投资人 你必须要留意的族群 那基本上我们台湾 可以分成两块 第一个光通讯 那光通讯 我们台湾有些人可能是用在 比较像是通讯方面的传输 比如说我们像讲电话 跟中华电信合作 那另外一块是负责资料中心的 基本上我们台厂负责资料中心的 就三档股票 这三档 当然资料中心占比最高的是 是4979的重达 第二高的是497 不好意思 4977的重达是第一名 4979的滑星光是第二名 稍微来看一下 重达也是上来 4979的滑星光 我相信投资人最近应该有注意到它 还有第三档占比第三高的 就是这一档 哪一档 光盛 6442的光盛 所以为什么当初我们会跟投资人 去分析这些股票 原因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用股价 第一个我们是先布局 然后股价我们跟你验证 为什么这一个族群它没有衰退 第一个光通讯 第二个功率放大器 那我们讲到功率放大器 讲到网通 资讯资料通讯的龙头skyworks 我相信大家应该认同 那也许你会不认同 你说老师不对啊 我稍微看了一下它的财报 来导播我们稍微放大一点 来最下面这个地方 你会说老师不对啊 它第三季的EPS 明明就才1.66元 和去年同期比2.05元 老师你怎么说它成长 人家的最后的EPS 明明是衰退 那我跟你讲 我们研究财报 当然要去仔细去细看 它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问题 结果我们往上看 我们先看营收的部分 当然这个单位是 来导播这个地方也放大一下 来单位是百万 所以它今年第三季 它的营收其实是在12亿美元 和去年的同期比11亿 比起来其实是增加的哦 它是增加的哦 第一个它收入增加 那你可能会问 老师那为什么 最后它的EPS会衰减 我们就看环节 出在哪一个问题 哪一个部分大增 你稍微对一下 因为Sky Wars 每一场嘛 所以我们来稍微研究一下英文 是在research 跟development 这个地方增加 叫什么 叫做研发 好我们今天来讲一件事情 请问什么产业叫做正成长 从供给跟需求两端 基本上都要互相配合嘛 如果我们先讲需求端 第一个收入这个部分 很多人跟你讲说 2022年什么产业衰退 今天我们已经拿财报出来给你看了 它是我称之为什么 叫做股市送分帖 明明在需求端收入的部分 它是增加 除了需求端之外 另外一部分呢 供给端嘛 如果今天什么叫做一间好公司 这一个市场 这个产业正在成长 公司的老板又愿意花钱去做研发 去做投资 两边相辅相成 这间公司未来才有投资性嘛 是不是 少一块都不行 所以也许你会注意到说 它的EPS好像是衰退的 但是我有跟你说过正好相反嘛 原因是因为它的收入增加 但是它把它研发的费用也提高了 供给跟需求端两边都提高 进入一个正向的循环 所以不是单纯的说EPS衰退 就这样看 认为这个产业是衰退的 没有我跟你讲 它的产业是正成长 也许你不买美股 所以我们今天就回过头来跟你讲 网通股 来 下一档股票 光胜第二嘛 因为光胜你现在进场 会跟我们的成本价有点价差 也许你不爱 来 我们来讲一档股票 这档股票 先稍微关注一下 它的筹码指标 目前主力是在买进还是在卖出 是在买进的 这个部分 你现在进场 你是跟主力战户 大户站在同一边 千万不要自己评判说 我认为现在盘市是空 或者是多 主力大户 他说多 他愿意拉抬一档股票 后面就会涨 那这一档股票 我们先稍微盖一下 也蛮好猜的 过去它的本益比 按照正常 因为现在回归正常的盘市 它的本益比的均值 应该有27倍 那目前为止它只有20倍 我们做这个节目 基本上 我们受到工会的管辖 有的时候不希望我们 把后面的空间讲太清楚 我们算一下 如果要从20倍走回均值27倍 我算了一下 后面的空间是40%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从总体经济跟你讲 盘市现在没有问题 是OK的 一路跟你分析到产业 到最后我们精挑细选的个股 这档股票你现在进场 后面是有40%的空间 股市送分题 就看投资人 你要不要好好掌握 这个地方 我们就严禁于此 也不多讲 你稍微Google搜寻一下 这档股票 我认为其实也蛮好找的 不难找 那当然 你如果不知道 怎么样去操作的 你可以跟着我们的脚步 先来体验看看 这一档股票 我们今天就送给投资人 节目时间就到这个地方 祝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好 昨天吗 你可以帮我来开门吗 来了 好 开门 五百 你们在干嘛 我要回带钥匙 这我家耶 你累了吧 我还在带钥匙 五百 你累了吗 精力充沛 你的备用钥匙在这里 是吧 你的在这里 你怎么知道 保力达满牛 2781 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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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與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代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